这个别墅怎么形容呢?就是很高级 今天从尔湾开了20分钟 来到了城县这个24小时的警卫大社区 这里是传统的富人区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种别墅大宽间距的,大宽面的 而且是依据地势错落建造的 跟咱们平常看到那种一排一排建的房子完全不同 难怪很多老板住在这里 整个房子室内有5000尺,占地超过15000尺 这个社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半座城市那么大 甚至巨大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都在这个社区里面 这个钢琴为什么放在这里呢? 因为这上面是一个通透的空间 在这里弹钢琴在整个屋子里都可以听到 现在咱们来到了它的厨房 这个厨房的橱柜甚至电器这都是定制的 在厨房的旁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卧室和一个权位的卫生间 洗衣房呢是在这里面 有橱柜有水盆的这样的一个洗衣房 这边的酒柜甚至加热柜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客厅 包括壁炉的石头 据卖家讲都是从山上 然后人工一块一块的搬下来的 这里呢是它宽大的院子 带泳池的后面是没有遮挡的 早晨的阳光可以非常充足的洒进这个房间里面 还有院子里 然后在这边呢是一个楼梯可以通向主卧 从主卧可以直接下来游泳 在泳池旁边呢甚至还有室外的卫生间 还有冲凉的地方 甚至还有一个房间在院子里面 可以当做娱乐室 这边呢就是它从二楼看下去的这样一个挑高 上了二楼之后呢 首先它的第一间房就是它的主卧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卧 然后这一排大窗户 可以看到院子里啊 甚至外面的景色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设计的还是非常别致的 然后这个是从主卧的窗看出去的 远处的山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景色 晴天的时候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边呢就是一个健身房 同样是有这种大窗户 健身的时候可以看外边的景色 然后那个门是可以下到下面的泳池里 在主卧里面就可以健身 还要去楼下游泳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设计 这边呢是主卧的一个衣橱 现在的房子呢就没有这样的建造的 所以呢说这个房子它是定制的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图书室 当然了也可以当成一间卧室 这边呢是另外一间次卧 整个这个房子呢是五间卧室 六个卫生间 然后在这边呢是它另外的一个卧室 这个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的 这个卫生间呢还有它的那个厨房的电器 这都是新座的 然后在这边呢还有它另外的一间卧室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下楼 然后去它的院子里看一下 这个间房呢就是它院子里的那个房间 可以当做娱乐室的 在院子的另一侧呢就是它室外的这种浴室 还有它的卫生间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这样的房子是不是也很舒适呢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